玄学不玄 很多人把玄学当成一种江湖叔叔 玄学乃是大雅之堂的学问 实际上在古代的话 你没有点真正的水平 你不可能去学习玄学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都是富贵人学的 也就是说什么是玄 今天你们就知道 实际上就是两个东西玄起来 阴跟阳玄动起来叫玄学 中华玄学不玄 为什么不玄 不玄就是你也会 你可以会 因为现在很多认为玄学是什么 玄学是虚玄的 奥妙的 我们中国话叫不铁铺唇 不铁铺唇就是你找不到依据的 然后后面烂造人的主观的空想 但是实际上他们错了 真正的中华玄学 是在中国古代的精粹 就是从福西寺开始创立一经 中国的玄学已经带下来 那在魏济时期 魏济是中国的汉淘之后 那么中国历史上承认三玄 三玄是什么? 第一就是一 第一就是一经 第二是什么?老子 第三是庄子 叫三玄之学 三玄之学 所以那个时候三玄之学 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学的 是那些贵族 那些世代部阶层才可以学的 是大雅之堂的学问 为什么它是大雅之堂的学问呢? 而不是你们认为的江湖小树呢? 这里面的秘密 通过中华学学大会 你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 实际上你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在讲这个玄子 就自己讲这个玄子 那么这个八千年的根 我们中国还没有断 说老师 难道欧洲没有这个东西吗? 不是没有 他们自己切断了 为什么切断了? 因为欧洲把象形文字 中国文字 现在还有我们的方块字 叫象形文字 那么在欧洲 还有一段时间 发现了他们的气形文字 气形文字就像硬气一样 所以它也是有点象形 就是比方说太阳 太阳怎么写 就画个圈点个点 然后就是日头的日 我们今天的汉语的日 就是从这来 叫指示字 然后又叫象形文字 说画个太阳点个点 说这就是 什么是太阳 看天上那个就是 这就叫太阳 大家都叫它太阳 叫日 我们说文中周的就叫日 那个就叫月 晚上出来的就叫月 这个就叫日 所以它写月的时候 是怎么写的呢? 这样写的 因为月亮才有的时候 你出来犯月 人家叫月 这就是象形文字 那气形文字也是这样的 欧洲的 我们在埃及的一些金字塔 还有很古老的几千年的玛雅文化中 都发现了气形文字 但是为什么欧洲 还有一些非洲国家 今天丢失了这些八千年的传承的东西呢? 因为为什么我们从八千年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是第四人级 或者第五人级的人类 我们之前人类经历了好几次的毁灭 因为地球的气候的变化 使人类不能生存下来 一些修炼得道的人 他躲在山洞里 然后躲过了那个结束 等结栏过去以后 他又出来了 才传人种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使人类绵延至今没有被毁灭 但是欧洲呢 欧美这一块 他为什么丢失了八千年的文化传承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他们使用了ABCD 他们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需要 把他们的气性文字 各个国家的文字都什么? 不要了 然后使用了ABCD 这一时ABCD以后 古书怎么样? 通通看不懂了 没有必要生存了 所以大家都去什么? 研究这个ABCD的 组成的偏音字母的 组成的这些文字 所以他们丢失了 所以他们今天才发现 他们到东方这来找的 不是要找东方的东西 是要通过东方找到他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 这在课堂中我会给大家逐渐演示 为什么欧美文化跟我们东方文化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的他们也有 但是他们丢失了 所以老师这样很好 我们没有丢失 实际上我们丢失的更厉害 因为现在大家中国人 剩个马脑子就剩钱了 文化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古文也不看了 古文也不学了 所以是自己也看不懂了 我已经是在课堂中了 是中文化的 我会正在课堂中文化的 2020年